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的心 秦职的心 把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我的心 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怎样待日久 清净平等一句 这是佛心 清净平等觉 我们在这个镜上看到了 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也叫做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那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现在为什么把阿弥陀佛丢掉了 去胡思乱想 跟阿弥陀佛距离是越来越远 现在明白了 觉悟了 觉悟了 要越来越远 你能做这种功夫 做上个一年两年 你会很欢喜 为什么 有效果 心清净 忘念少了 烦恼轻了 智慧涨了 你怎么会不快乐呢 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 古达德所说 世卫哪有乏味能 尝到乏味了 我们今天学佛乏味没尝到 你说尝到的还是烦恼 还是分别执着 没尝到 所以你不生欢喜心 那个信心运行放不出来 就这个道理 那这是什么意思 真干 真干是唤心 唤心的真干就是念佛 你一天24小时佛后中 真换过来了 念佛念得好的 真是这样 越念越聪明 越念越快乐 越念对这个世界的真相越明白 念个三年五载 说实在话 过去未来都知道了 慢慢就通了 那眼通了 天眼了 耳通了 天耳啊 虚命通了 过去深重 深深事实都想起来了 都挤起来了 他心通 别人心灵的想什么都知道 谁知道并不干扰 那我们现在知道事情多了会干扰 为什么 你把它放在自己心里 常常去想它 它就干扰 通了之后 知道不干扰 不许想它 所以它不会成为障碍 这在真正叫 兴生欢喜 叹为尘寿 豁然大佛 得无损人 那五百事女 谁发菩提心 愿身闭苦 有愿 当然有信 真心发愿 你看 世尊西基 皆当往上 释迦牟尼佛 给他做证明 你们这五百事 决定得身净土 身比过一样 获得祝福 心情三昧 三昧是清洁性 获得 像祝福一样 现前的三昧 不是过去 不是未来 你立刻的受用 这受用是什么 受用就是智慧 三昧是定 定起作用 就是智慧 三昧 也是我们 晋体上讲的 清静 平等 清静 平等是三昧 觉是左右 觉是智慧 现前 观景上说 感谢观看